父母寺长 他们没修复 他们的国报 没有离开三界 没离开三界 纵然伸到仁天 仁天受佛报 享受佛报 不能不找我意 佛享尽了 卧阴 卧阴先前了 我的国报一定要成熟 一般人不知道 所以夜里的心缓 暴血四代 暴血四代人死的时候 他还是现在 这个精进心提不起来 孤往昔悠悦 上秋下花之药 厌苦暴泽之道 昔悠在天眼 照视着余 这话说得好 有天眼就知道了 英国报应 看得清清楚楚 在中国过去 这些事情 中国人 从小就收到讯息 收到什么讯息呢 城隍庙 阎王殿 我们小时候 一年总要去好几次 农村里头 并不懂 什么叫佛 什么叫道 没有 凡是神庙都去拜 城隍庙 尤其不能避免的 一年总要去几次 每一次去 上完香之后 这母亲一定带你到 十殿阳王那里走一趟 叫你看看 你看受什么样的刑罚 虎报 那是造的什么罪业 母亲 大人 都会跟我们讲 从小 就有这个观念 一年讯息个几次 小孩记忆力好 一生都忘不了 是 城隍庙 对中国 古代社会 长治久安 贡献非常大了 中国天主教的大主教 福天山 跟我是好朋友 我每一次到北京 都跟他碰头 他生病的时候 住在邪活医院 我就看他好几次 有一次我带了一张 地狱变相图 二分之一的送给他 展开之后 他看得非常欢喜 我跟他讲 从前城隍庙 对社会安定的贡献 我说至少 抵得 一万民警察 一万民警察 没办法 把治安搞好 城隍庙能搞好 父劳一派出 不值十万了 就是一个城隍庙 能抵十万警察 让人心里头 不敢去污蔑 不敢做坏事 现在中国 祠堂没有了 城隍庙没有了 孔庙也没有了 中国从前这个三个设施 确实是社会安定 无形的力量 现在所讲的 软实力 那个力量很大 祠堂叫孝 叫孝体中心 城隍庙叫英国 孔庙叫仁义道德 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的 他懂得能理 懂得道德 他相信英国 不认识字的人 夜深平平安安 他能快快乐乐的 度他幸福人生 现在没有了 有点赞 有点赞